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精彩继续 《一见独尊》 第503章 生气 这就是叶璇此刻的心情 老者死死盯着叶璇 此刻他眼中 多了一丝忌惮 喵杀 刚才叶璇出剑的速度 实在是有些恐怖 连他都只感受到 一些模糊的痕迹 而且叶璇出剑的同时 似乎还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正是因为这股神秘力量 在让得中年男子等人 没有丝毫地还手之力 就在此时 一旁的地犬突然说道 你们究竟想做什么 此时地犬的眼中充满了暴力 不光是叶璇上去 此刻的他也是真正的怒了 叶璇身旁 那名女子看向老者 季长老 你是什么意思呢 老者冷声说道 什么意思 说着他看向叶璇 他这人类煽杀我神族之人 你却还将他带入我神族 还问我什么意思 女子直视老者 他是我神族的客人 老者冷笑说 客人 连瓦尔你是在说笑吗 一个人类 你居然将他当客人 你 就在这时 叶璇身旁的地犬突然冲出去了 老者脸色一变 他双臂交错往前一打 砰的一声 伴随一道炸响声响起 老者瞬间被地犬 撞退足足百丈之缘 下一刻 地犬再次朝老者冲了过去 就在这时 四周突然出现一些金甲侍卫 女子突然右手一挥 退下 那些金甲侍卫犹豫了一下 然后退到一旁 十阶之上 地犬已经和老者大站起来了 女子身旁 叶璇说道 看来你在神族的地位 不是那么的牢固啊 名叫莲丸儿的女子面无表情 没有说话 叶璇抬头看向空中 此刻地犬已经将老者死死压制了 不过老者实力也是不弱 因此一刃一兽 短时间内 显然是无法分出胜负的 就在这时 叶璇并且轻轻一掩 空中 正在和地犬交手的老者 脸色突然大变 下一刻 他朝左边闪了摆帐之缘 老者刚一停下 他双臂突然自肩膀上掉落下来 莲丸儿深深地看了一眼叶璇 眼中多了一丝凝重和忌惮 空中失去双臂的老者 心中是大海 连连暴退 直接退到神殿之前 地犬也没有再出手了 他回到叶璇身旁 然后看向莲丸儿 我要借用一下圣权 莲丸儿有些犹豫 地犬神色一冷 难道我没资格吗 莲丸儿低声一叹 你自然是有资格的 不过这圣权到现在 已经所剩不多 地犬说 我不需要多 只需要一点 便可恢复 莲丸儿看向地犬 你若恢复 可是要留在族内 叶璇也看向地犬 地犬沉默 叶璇笑道 地犬兄 你若是要留在这里 我尊重你的确定 地犬摇头 我答应跟你三年 就是三年 文言莲丸儿眉头微醋 你可是神族 地犬有些不耐烦的说 当年我为神族拼色拼火 如今想用一点圣权 都不行了 莲丸儿沉默了 地犬神色渐渐冰冷下来 眼中更是毫不掩饰着杀意 见到这一幕 莲丸儿脸色一沉 这圣权可以给你用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三年之后 你必须回来我神族 地犬摇头说的 我不会回来了 莲丸儿眉头微醋 为何 地犬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轻声说的 是一个神族 让我感受到陌生 陌生 这一刻 他心中再没有什么振兴神族的美好幻想 这种族 他自己都看不到希望 莲丸儿还想说什么 地犬却是摇头 但我去胜拳 我用不了多少 莲丸儿看了一眼地犬 说 随我来 说完 他转身离职 他最终还是选择给 因为他知道 如果不给 这地犬肯定是要强强了 现在地犬不是很可怕 但是地犬身旁这位剑修 就不是一般的可怕了 他还是比较忌惮 叶旋的飞剑的 很快 莲丸儿带着地犬 来到一处水潭之前 在水潭正中央的位置 有一处漩涡 莲丸儿指着远处的漩涡就说 就是呢 地犬微微点头 纵身一跃 直接沐入漩涡之中 叶旋身旁 莲丸儿轻声说 现在外面 人族很强大吗 叶旋神色有些古怪 神族年代 人族很弱 莲丸儿点头 很弱 那时人族连自己的武道文明都没有 叶旋轻声说 时代不一样了 莲丸儿看向天际 有些茫然 确实 现在已经不是我神族的时代了 叶旋看向莲丸儿 不得不说 这女人还是很漂亮的 属于那种一看上去就很惊艳的类型 这时莲丸儿看向叶旋 你与她此次来我神族 肯定还有别的事情 叶旋看向远处漩涡 她向振兴神族 莲丸儿摇头 难 叶旋问 知道简字在吗 闻言 莲丸儿脸色瞬间巨变 她死死盯着叶旋 你 你怎么知道她 叶旋想了想 然后说 她是我姐 莲丸儿冷声说 绝不可能 你不是我神族的人 我神族的神子在当年 也已经陨落 你 神子 叶旋愣了 然后转身指着不远处 漩涡之中的地区外 知道她为何跟着我们 林丸儿脸色有些难看 你 你不可能是神子 神子已经陨落 说到这里 她算是想到什么 有些惊愕地看着叶旋 你 神之转世 叶旋面无表情 我什么也没说 林丸儿看着叶旋半天之后 她冷声说道 不可能 你如果是神子转世 她绝对不会放过你 叶旋弹上说 她连帝犬都放过了 怎么会不放过我 林丸儿沉默 脸色有些低沉 这是叶旋又说 当然 神族新王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一次若不是帝犬兄让我来 我是不会来的 至于我姐捡自在 我也不打算让她来 似是想到什么 林丸儿连忙说 你 你是说 她已经不恨我神族 叶旋弹上说道 如果她还恨神族 我和帝犬又何必回到这里 林丸儿沉默了 就在这时 无远处的漩涡突然颤动起来 很快帝犬自其中飞出 然后落在叶旋面前 叶旋发现 此刻帝犬似乎有些变化 帝犬看了一眼叶旋 我们走吧 叶旋点头 而就在这时 林丸儿突然看向帝犬 就问道 她是我神族神子 帝犬愣住了 叶旋突然传音给帝犬 你不是想帮神族吗 这一方法 我觉得行 见到帝犬有些愣 林丸儿眉头微皱 这时 帝犬突然沉上说 你怎么知道 林丸儿沉上说 他真是 帝犬正要说话 叶旋弹上说道 提这些做什么 神族兴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亲身有乃是上一世之事 与我这一世 没有任何关系 帝犬有些怒道 怎能与你没关系 你是我神族之子 我神族兴亡 你有责任肩负起来 叶旋冷横 神族复兴 抱歉 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走吧 帝犬正要说什么 林丸儿突然说 你怎能如此想 叶旋看向林丸儿 后者沉上说道 神族如今只有万人 而且只能在此地苟延残喘 你难道就忍心 看着神族继续如此落寞下去 叶旋诞上说 不是我忍心看神族没落下去 而是神族自己选择要没落下去 林丸儿看向叶旋 你什么意思 叶旋冷笑说 什么意思 现在神族依旧是目控一切 没有实力 却看不起任何人 这种心态如何复兴啊 林丸儿脸色有些难看了 叶旋又说 神族若是想复兴 必须得放下你们心中那点傲气 说到这里 他看向林丸儿 想来你也不曾出去看看 我建议你出去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 说完他看向地犬 我们走 地犬点了点头 叶旋带着地犬离去 但是没走几步 林丸儿突然出现在叶旋面前 他看向地犬 你们认识简 简公主 地犬点头 他认识 林丸儿沉上说 他现在当真不再恨我神族 地犬说 他若是还恨 就不会放过我了 说着 他看向林丸儿 玄气传音说 他的实力与天赋 你已看到 我神族若真想复兴 有他在 将会有点希望 不然 神族只能永远在这里 苟延残喘 等待惊世之才出现 林丸儿沉默许久 然后说道 他对我神族不在乎 地犬沉上说 你等不在乎他 他为何要在乎神族 再者 简 他很看重的 并且亲自为他找冥王 要了民族质宝 震魂剑 林丸儿眉头为重 林丸儿也还在 立拳点头 他看向林丸儿 你现在是神族领头之人 神族未来命运如何 看你自己选择 他心中还是很在意神族的 也希望神族能够和叶玄交好 因为与叶玄相处下来 他发现 叶玄虽然平时很滑头 但是做人还是非常讲道义的 神族和叶玄交好 百利而无一害 林丸儿沉默片刻 然后他看向叶玄 如果让你带领我神族 我神族该如何复兴 叶玄想了想 然后说 这个 神族现在有多少宝货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